哈囉哈囉 親子同享 大家好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的這一套是什麼呢 就是Bassway的充氣床墊 它是單人的充氣床墊 它的尺寸188 x 99 x 22 公分 這個很多用途 你看一下 其實我們有時候如果說你在出外露營 其實這個都可以當一個單人的床 很方便 那它能承受的 重量還蠻高的 可以到150公斤 那它本身 等一下我們會來幫大家去開箱這一個床墊 而且它是籠子的 上面是籠子的 比較接近皮膚 所以睡起來會比較舒服 比較安穩 而且它是獨立套頭 它的床墊是獨立套頭 單獨立的 所以我們在睡起來會比較舒服 會比較好睡 那它本身它會附這一套 它的那個充氣馬達 它的充氣部分它是外接的 不是內建在裡面 它是外接的 那這個是充氣馬達的部分 這是充氣馬達 這是出縫孔 這是開關 這是開關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接嘴 插這邊 那這個是充電的 電源 電源供應器 電源插電源供應器 插頭的話 你可以插在車上 那車子把它啟動 就可以直接充電了 如果在車上也可以直接充電 這個是那個 充煙器的那個插頭 然後還有一個 三 一個 三管的 一個 充氣嘴 所以它會有這三個東西 會有這三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來幫大家拍箱一下這一組 這個很方便 你看它折起來就只有這麼大小 折好 以後你不管你擋開 或者是你把它充完去 再把它放完去 收起來還是這個大小 所以很方便拿取 放在車上啊 放在那個 反正就是很方便 然後來 我們現在來開箱 開箱 從旁邊 OK 來 它的包裝其實是蠻 蠻有 蠻勞困的 好 從這邊可以 來 慢慢開就好了 在這邊 好 在這邊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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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了喔 準備拿出來 哇 你看 好小 體積真的好小 對不對 好 來 來 這邊會有一個豐炮 再把它拿開掉 OK 噻噻噻噻 這個就是,它這個是如果說有破損,如果有破損的話,這個是可以補那個破損的地方 就好像我們在補輪胎的那種感覺,它會附一個貼布,可以補那個破洞 如果真的不小心有破了 來,那我們把它攤開囉 等一下小朋友就可以躺囉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來測試,它的充電,充氣會有多快 來,打開打開,你看你看,有沒有,這個是都是獨立的套桶 獨立的那個,ok了 好,這裡是它的充氣孔,我們要把它打開 把它打開,好,把它打開,然後 等一下就是用這一個 它有三種尺寸,你可以看你哪一種尺寸 好,就是這一個,那我們就是從這裡 好,然後我們把電源插上去 好,這邊有一個插頭,把它插進去之後 那我們把,如果在戶外,就可以用車上的點煙筒 很容易,好,那我們先空轉一下,試一下 好,這邊有一個開關,對不對 好,開關打開 好,那我們來測試一下喔 這樣子,把它插進去之後 對,就可以充氣了,這個要稍微 稍微補一下 來,我們現在開始喔,我們準備了喔 測試一下它要多久的時間 你幫忙,你可以拿著 預備,開始 這是它充好氣的時間點,對不對 對 好,那我們開始來計時了齁 好啦,這是自動的充氣喔 哦,開始充了齁 小朋友開始在玩的齁 完全不用自己去,有些是用踩的 用踩的很累,這個直接電源插下去 然後開關按下去就可以直接充氣了 超方便的 對啊,超級方便 蛤? 這樣子充氣也比較快 快啊,也比較快啊 超快的 真的 三個小朋友準備 準備要 鋪了喔 看這每個都是獨立設計的喔 這是有點 所以這樣會比較舒服對不對 對,而且它上面的布子 它是龍子的那個 對,很舒服 而且跟著我們皮膚比較接 就是比較能接合皮膚 有些 有些那個充氣 充電啊 它是塑膠的 所以睡起來如果有汗啊 就會不舒服 綿綿 你看馬上已經快要好了 哦 一開始 我們剛開始用 我們充的話 就要八分保就可以了 哇,小朋友準備鋪了喔 蛤? 可以了嗎? 好,可以了喔 3 2 1 拉開 拉開就可以了 差不多一分半 塞起來 一分半喔 可以把它塞起來 哇,好快喔 好快 一分半耶 哇,小朋友就可以在上面玩了 對 兩個小朋友差不多可以耶 我都覺得它也不會爆掉 所以這個時候要錄影啊 或者是 你們想要在哪個地方玩 或客廳啊 對不對 或者是 放電睡不下的時候 都是可以的 哇 非常 非常舒服 你躺起來感覺怎麼樣 大寶 你拿一下 會不會很重 來 起來 你看 你自己拿 很輕耶 很輕耶 哇 非常的輕 可以看一下它多重 多重喔 非常輕 你們小朋友可以抬著走 對不對 真的非常非常輕 很輕 哇 你看 它可以抬著走咧 這三個在表演呢 非常的非常的輕 真的很輕 對啊 超輕的 根本比菜啊 米還輕的感覺 對不對 如果想要睡涼一點 你也可以把它翻過來 是喔 旁邊 另外一面是比較 皮革的部分 來來來我們試一下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也可以好 那我們躺看看 躺看看 來放開 放開 唉唷 這個不是 不是游泳 游泳圈喔 是床墊喔 好 繼續躺 繼續鋪 小心喔 小心小心 欸欸欸欸 小心小心 好啦好啦 不行不行不行 好 來來來 你們兩個躺下去看看 好 等一下 如果說弄完了的話 直接 這邊可以打開 是 就可以直接解氣了 喔 OK 就是那邊打開 哈囉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個充氣馬達怎麼去使用 那 它這個充氣馬達 就是主體 那這邊會有一個插頭 那插頭就是另外 就是直接我們 插一個插座 然後直接這邊是 就是直接電源的部分 那因為它還有附送一個就是 車用的 好 就是車用的 所以如果在側上 也可以直接充氣 那 我們來介紹一下主體的部分 到電源充上插上去之後啊 這個是出 出氣孔 就是我們要充 充我們的那個 充氣床墊的時候 就是會從這邊 空氣會從這邊出去 那這邊是吸氣孔 就是一樣的開關在這邊 我 只要開關開下去 這邊會出去 這邊會吸 所以 我們這邊是可以充氣 這邊 如果我們要把那個 充氣床墊 收起來的話 就是用這邊去吸氣 我現在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因為它有這種接頭 那我們本身 基本上都是用這個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把它接上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床墊的 開口 那個 閥門的部分 這個是它的閥門 那我們要充氣的時候 就是 把第一關 第一個關卡 打開 好 打開這邊有一個 開口 那我們就把 那個 接口把它 塞進去 塞進去之後 把馬達 這邊有一個開關 打開 好 它就會開始充了 好 有沒有 你看一下 那個整個主體會開始 膨脹起來 好 那 假設我們把它充好之後 我們就把它 現在示範一下 現在示範一下 我們怎麼把它洩氣的部分 好 在充氣的時候 這個口 盡量不要去遮到它 好 一樣 我們就把它拿起來 這裡 因為它有第二個閥門 第二閥門就是用來做 洩氣的 好 打開 好 這個 這個 止進閥 就拿走了 這邊就全部由 可以直接 洩氣 那洩氣來講 這個馬達 這裡來 我們就換這邊的接頭 好 換這邊 換這邊 好 那我們一樣把 把這個 接頭把它 插到我們的 閥門上面去 插完之後 插著按著 好 按 啟動 它就要開始吸了 看一下有沒有 好 那個 對 就是直接開始吸氣 泄氣了 好 泄完了之後就把它關掉 好 它開始吸到滿了之後就把它關掉 那我們就是再把這個閥門 塞上去 關起來 這樣就完成了 OK 所以等於 沖氣跟泄氣的部分 排氣都可以使用這個 對 都可以使用這個 好 可以再幫我們複習一下 如果說是 如果是要這個 沖氣的時候是用哪一邊呢 好 如果你要沖氣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 這邊 直接裝上去 最大的那一個 對 最大的這一個 但如果是你要 要排氣的部分 就是裝這邊 好 一樣這邊 然後一樣開關都在這裡 OK 所以是很簡單的 對 這個馬達之後你的 排氣啊 跟沖氣其實就是不用人工的 那麼辛苦了 對對對 好 那是不是每一種 就是沖氣床它的尺寸不一樣 是不是它的接頭 就要換不一樣 基本上它的床的開口 都是一樣的 好 那大家就可以試看看 因為它上面會有一些不同的孔 對 對 基本上像我們這一組的部分 就是用這些孔 好 介紹到這裡 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 拜拜